大家好,我是晚风 就在最近的5月24日 由曹顿指导秦浩主演的八级反刀猎题材悬疑犯罪剧《猎狼者》上线了 话说这部《猎狼者》的来头可不小 它可是今年在业内备受瞩目的芒果疾风剧场的第一炮 那正是聊剧之前呢 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芒果疾风剧场 芒果疾风是湖南卫视与芒果TV布局了很久的一个野心十足的项目 该剧场主打12集以内的短剧 台网同步播出 每周播两集,每集时长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这一次非常清楚的 芒果就是想通过芒果疾风 进一步的以台网联动的形式 深度湿水国产剧的短剧模式 而在题材方面 芒果疾风也会更加的多元化 涉及犯罪、家庭、情感等等 例如最近凭伤和令爆红的老公郡子 接下的新剧《沉睡花园》也正是芒果疾风中的一部 而如今这样大手笔的芒果疾风剧场 终于随着第一部短剧《猎狼者》的上线 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部《猎狼者》的橙色如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猎狼者》的大致剧情 《猎狼者》以新疆北部位背景 讲述了秦浩饰演的老警员魏江 和银纺饰演的新近警员秦川 一同追击盗猎者的故事 五年前 东山邻居派出所的两位警员魏江和赵成 在一次巡查任务中遭遇了一群偷猎分子 当地人都称他们为狼子 由于实力相差悬殊 赵成让魏江回去寻求支援 自己则前去引开匪徒 然而最终因寡不敌众 赵成被偷猎团伙残忍地杀害了 魏江一心想要替赵成报仇 但是无论如何努力 都无法找到关于这群狼子的任何线索 深感自责的魏江备受煎熬 渐渐失去了斗志 只能靠酗酒来麻痹自己 五年后 已经离开了警队的魏江 在一次与朋友的闲聊中偶然得知 最近邻居派出所的一位警员在上山巡查时失踪了 如果有人找到他 就能拿到不菲的奖金 不知是为了奖金 还是为了再次追寻狼子的下落 魏江鬼使神差般地决定进山寻找这名新警犯 原来这个名叫秦川的新警员 在寻山时被一伙狼子抓住了 凭借着多年的经验 趁着夜色魏江摸到了狼子们休息的营地 救下了秦川 然而此时魏江却意外地发现 这伙狼子正是五年前杀害赵成的那一伙人 自此一连串关于追踪狼子的复仇故事 便再度展开了 整体来看 猎狼者为我们勾画了一个让让耳目一新的故事场景 辽阔的北江 淳朴的牧民 热血的森林警察 偷猎的狼子 从矮矮雪山到无边草原 从深山密林到戈壁石探 曹顿导演可谓用漂亮的镜头 把北江的美发挥到了极致 以至于我们看着看着 就会禁不住生出一种祖国河山大好的自豪之情 但是美归美 就目前播出的四集来看 不得不说 厉郎者这个故事依旧曹顿感试作 我想只要我提两部曹岛的作品 大家就能明白曹顿感是什么意思 九州海上墨云记和长安十二时辰 没错 曹顿感极致 堪称完美的摄影 演技优秀的演员 精良用心的制作 和总是差着点劲的故事节奏和叙事手法 当然 我相信曹岛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所以近年来 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曹岛在有意地通过外界限制来督促自己 例如长安十二时辰 把整个故事的跨度限制在了十二个时辰以内 而这次的烈狼者又仅仅只有八级的长度 但即使如此 如果我们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要求 就已经播出的剧集来看 猎狼者的故事还是略显弱了 从故事手法上来看 猎狼者的整个故事围绕三条线来同时推进 第一条是未将与秦川共同追查狼子的线 第二条是盗猎团伙由于分赃问题 渐渐发生内讧的线 第三条则是东林派出所所长孙海洋 调查复舍失踪案等一系列案件的线 就已经播出的四集来看 随着这些线索的铺陈 整个故事在第三集达到了一个小的高潮 在这一集中 想要做掉未将的狼子们 提前埋伏在了未将的好友老一的家中 等待未将一行人的自投罗网 随后未将与秦川等人 与狼子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但是不得不说 这段情节的设计在逻辑上 并不足够强大严密 甚至有为了制造反转 而给角色强情降致的显影 而这些逻辑上的问题就使得 铺陈了这么久的高潮情节 不能完全抓住观众的心 更不能让观众摒弃凝身 大呼过眼 说实话 看完第三集 晚风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只剩下那个长达八分钟的 一镜到底的火场打斗镜头 这个镜头拍的是真心好 值得大吹 但是相比而言 这段的剧情就真的太弱了 上上一期 我们恰好一起聊过 最近大热的 枉飞出品的悬疑剧 《无罪之罪》 这个剧正好和猎狼者 形成了鲜明的对面 《无罪之罪》 在叙事手法和节奏的把握上 可谓是非常的成熟 但它的问题是艺术性不足 人文情怀不够 而《猎狼者》则恰恰相反 作品的艺术性和人文厚度 都非常好 但就目前播出的四集来看 叙事手法和节奏 作为悬疑局则真的差了些 当然说到这儿 就一定要表扬一下 《猎狼者》中的人文情怀 秦浩饰演的魏江 是一个因队友牺牲 内心深受折磨的老警员 而银纺饰演的秦川 是一个想要掉离边疆的新警员 在对狼子的追查中 他们一个重获了心灵上的和解 一个则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方向 当赵成的妻子 请魏江吃面 要他不要再觉得自己亏欠赵成时 当克里姆大叔说起 魏江和赵成第一次抓到狼子时 简直比娶了媳妇还高兴时 我想信 很多观众都会禁不住红了眼眶 所以 《猎狼者》不光是一个悬疑犯罪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责身 使命和传承的故事 是一个有温度 有厚度的故事 好了 说到这儿 关于《猎狼者》这一期就结束了 整体来看 《猎狼者》依旧是一部 非常值得入骨的短剧 毕竟画面太美 毕竟制作精良 毕竟只有八集 六月一号就可以朝点看到大结局了 所以 小伙伴们还不赶紧看起来吧